火莱坞隐心凯文索博表示 他的脸书账户已被删除 且脸书没有告诉他原因 索博的脸书账号拥有数百万粉丝 作为一位保守派演员 他暗示账户被删除的原因说 我发布了从医生那里得到的信息 然后说 请检查COVID-19问题的另一面 或请检查选民欺诈问题的另一面 他强调 我撰写的帖子都非常幽默 而脸书显然不喜欢幽默 在印度遭到永久禁止后 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序TikTok 中俄又遭到欧盟消费者组织 多宗投诉的冲击 TikTok被指控 涉嫌违反欧盟的消费者法 且未能保护儿童免受隐藏广告 和不当内容的影响 据韩联社报道 北韩官媒朝中社将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的职位从本月11日起 将其头衔由我员长改成国家总统 这似乎为了迎合国际社会 另外 越前金正恩应不满经济政策发展不利 公开发火拍桌指责干部 日本东京奥运组委会前主席森喜朗 应涉及性别歧视发言请辞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该职正宁由东京奥运 继帕运大臣乔本圣子接任 另外 东奥圣火传递预定3月举行 5月在岛根县内举办圣火传递 但岛根县知识 玩山达认为 政府与东京都防疫不利 并表示若不改善 岛根县不得不取消圣火传递 新航雅客电视总理报道 在赛篥中 接上来